今天咱们来拆一个木乃伊啊 这个果的严严实实的手机啊 一台苹果11 那么我们拆开就只有一个机壳加主板 然后还有它的听筒排线 那么没有写故障啊 让咱们联系 ok 那么我们经过沟通 那么确定了一些故障啊 就是没有信号 然后 透支箱头有问题 按键没反应 然后还有wifi也有问题啊 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手机啊 它在当地换过后盖 然后中框也已经有摔坏的痕迹啊 那么就换个后盖 然后发现 主板还有问题 所以说就送到咱们这里来了 ok 那么我们要对这个手机的故障先进行一个 测试 那么咱们测试的时候发现他描述的问题还远远不止啊 然后因为他没有描述wifi有问题 那么咱们测试wifi有问题 声音也有问题 好 那么确定好故障之后 咱们就准备拆机动手维修 那么像这种摔过的手机啊 重摔的手机 咱们必须要分层维修啊 那么先观察一下主板 那么主板没有动过 那么整体来说整个机身有一点点轻微的弯曲 那么我们怀疑是中程有掉点 因为他那个手机框都已经裂了啊 那咱们分层第一步 先要 撕掉上面的海绵贴 那么先用洗板水刷一下 然后有助于我们 轻松的把它撕下来 然后就风腔加热 分层主板 ok 那么分层完了之后 咱们对中框进行一个观察 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掉点啊 好像一个点没掉 那没掉点 中程肯定有虚焊的 那么咱们在显微镜下面观察一波 那么发现有很多脚位都已经氧化了 因为他 虚焊的时间太长了啊 然后所以说他就会 氧化 那么对于信号的故障 包括wifi 包括基带 那么大部分 就是由于中框虚焊引起的 那iphone11 刚刚他有一个故障 就是按键也有问题 那么我们要知道iphone11的开机键 它的内链座在下层跟上层相连接 如果中程虚焊也会引起 按键不能用 那咱们对下层进行观察 也发现了有电感脱落 那我们经过 一波观察之后啊 发现有两个电感脱落 那么有两个电感脱落 我们必须得 对其他的水泥电感也进行一个排查 用镊子去调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存在虚焊或者脱落的现象 那么其他电感都还好啊 ok 那么我们就准备把脱落的电感给他补回去 那么先处理 这个焊盘的底角 把它 上面这个皮子先给他弄掉 然后我们要准备装回 用两个降压电感代替啊 给他装回两个电感 OK 那么在确定都没有问题了之后 咱们就准备 然后脱掉他原来的锡 然后重新直锡贴合 那么这里为什么要重新直锡 因为他这里 氧化的脚太多了啊 咱们只有给他重新直锡 如果就原来的原来的锡给他贴回去 可能效果不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集中 冒充 集中 和方 협当安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vídeos 里面 超 锡 我们就会来的 OK那么中层直锡完了 咱们就直接风枪加热 将主板贴合 那么这里要注意的是 咱们不管是在分层的时候 还是贴合的时候 这个风枪的温度 还有吹的时间一定要把控好 不然的话时间太长了 很容易吹爆后面的CPU 贴合完毕 带主板冷却 咱们直接装机 直接装机做测试 OK开机测试 一切功能正常 WiFi信号声音 包括按键